就是说更新成功了 还是更新失败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逻辑怎么处理 它的参数呢 一个是ID 就是要更新博客的ID 一个是Blog Data Blog Data里面有Title和Content的属性 我们上一节讲这个New Blog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Blog Data里面还有这个Authers的属性 Authers的属性就是我们在新插入的时候 这个Authers作者要提供 对吧 但是我们更新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更新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因为更新的时候 我们只是更新一个Title和Content就可以了 因为作者一般不会更新 对吧 都是作者更新自己的 所以说作者的名字不会更新 好 那我们看一下该怎么写 以及该怎么去处理这个返回处 还是返回False 首先我们要从Blog Data里面去 取出这个Title和Content 然后定一个cycle语句 更新的cycle语句 我们之前也写过 UpdateBlogs Set什么呢 SetTitle等于 把Title写上 然后如果更新两个的话 加多号 多号 这是第一个信息 更新的是吧 然后多号 加上第二个信息 Content等于 Content 好 写完之后 空格 在后面空格 Where WhereID 等于 这个就不用那个单一号了 因为ID是一个Intel 然后把ID写上就行了 好 大家看 UpdateBlogs SetTitle 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多号 Content 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WhereID 等于多少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VR条件要写 要不然的话 一更新 全部都更新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 Return一个 ECcycle 去执行cycle 执行完之后呢 跟上面这个什么一样 跟上面这个 NewBlog这个函数一样 执行完之后 它要返回一个 执行结果 返回一个执行结果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直接给它 算了 不拷贝了 我们还按着写吧 返回一个执行结果 然后我们根据执行结果 去Return一个值 先折起来 这个执行结果 我们可以叫updateData 然后我们可以 等会可以 打印一下 这个concel.log 打印一下 这个updateDataA字 是什么 好 我们先把它代码写上 如果updateData.affected Ross 大于0 其实我们上节 在讲那个新建博课的时候说过 就是在更新的时候 这个affectedRoss会有值的 affectedRoss会有值的 如果这个代码的话 我们就return一个true 如果是它小一等0 一般就是等于0 然后就returnFalse 也就是说 我们执行更新的时候 返回的结果级里面 如果它影响的函数里面 大于0的话 就说明更新成功了 就返回一个true 如果是这个条件没成立 说明更新没成功 就返回一个false 所以说就是我们之前返回出 反个false的一个假数据的一个来源 好 我们先保存一下 先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root里面 去做一个相应的更改 更新的时候 OK 然后这个时候 它这个result就不能是个值了 对吧 这个result应该是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 result应该是一个promise 对吧 promise里面 应该会有一个 返回一个值 然后这个值呢 我们根据这个值 value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那个true or false 然后如果是true的话 就返回一个success mode 如果是false呢 就返回一个error mode 然后更新保核实版 当然这个地方 不要忘了写一个return 把这个promise return出去 好 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看空的台语 没有报错 好 没有报错 我们清一下屏 然后到postman里面呢 我们执行这个apiblogupdate 然后把这个id设成多少呢 我们把id设成这个6吧 因为刚才插入的时候 就是一个6 是吧 然后标题的内容 后面都加一个a 都加一个a 就证明我们要更新的内容 是这些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执行一个send OK 大家看error number等于0 就证明更新已经成功了 首先我们到my circle 我们去看一下 是不是成功了 好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select信号 from blogs 大家看 标题200a 内容200a 就证明已经执行成功了 对吧 已经执行成功了 好 我们在回到空的台中 看看打印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update data a字什么东西呢 这个update data 就是我们在执行完了这个 执行完了这个cycle之后 在这打印的 对吧 然后我们打印完了之后呢 接着从这里面取了这个 affected rules 它代理0才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 果然有一个 affected rules等于1 就说明它影响了一行 对吧 影响了一行 就是没更新成功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 注释给它先注释掉 这个打印先给它注释掉 然后把这个折起来 然后把这个折起来 好 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删除了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删除 给说完 删除其实和更新差不多 然后只需要一个id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去拼接 cycle语句就可以了 虽然说我们之前讲过实际上是使用软删除 但是软删除它本质还是一个更新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既然是课程是学习为主的 所以我们就先不要考虑那些实际的东西 我们就先把这个该学的东西都学完 然后你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呢 要考虑软删除那个事情 不要去硬删除 要保证数据的可恢复性 delete from blocks 这个比较简单 where id 等于 id就可以了 这样 有一个地方想起来 就是我们在准备课程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还要加一个其他的参数 叫author 我们先写上 接下来再解释 然后where id 等于id 然后and author等于什么呢 等于 author 就是要加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是id要匹配 第二个条件author要匹配 也就是说这个delete block 这个函数要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id 第二个是author 这样要匹配 其实对于这个cycle语句来说 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就是两个条件而已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先不要关心那么多 我们先往下写 然后接下来呢是 return ec cycle.zen 这个zen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先把这个return true删掉 就是return true是之前写的那个假数据 返回是真还是 是true还是false 就是删除是不是成功 我们先删掉它 这个zen里面的数据和这个update的逻辑 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拷费过来 拷费过来之后 我们在那沾一下 我们这个名字改一下 我们叫delete data 刚才那个update data里面 返回的数据里面 有这个affected rules对吧 其实这个删除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affected rules 而且数据结构和那个update 的数据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 它有没有删除成功 就在影响的函数 是不是大于零 来判断是不是删除成功 然后这个打印呢 我们就不再打了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和那个刚才打印的这个更新的时候 那个数据是完全一样的 好我们先保存 先保存 保存完之后 我们再回到路由中来 然后这里边去删除 我们刚说过这个删除要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id一个是author 对吧 我们在新建的时候 也有一个author 一个author叫张三 是假数据 是吧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注释考过来 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又要假数据了 我们这儿呢 也先去弄一个假数据 叫张三 把注释写上 然后在deleteblog里面 把id传过去 把author传过去 author当然是个假数据 OK 然后result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个promise了 是吧 我们这个地方直接去返回 result.zen 在里面这个value就是返回的true或false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逻辑考过来 好 大家看 之前这个deleteblog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然后promise.zen里面 这个value就是那个 就是这里面返回的是true还是false 是吧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true或false 去判断它是不是 返回一个sqlsetmodel 还是说是一个errormodel OK 我们先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先去测试 测试完之后 我们再解释为什么要传这个author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id等于6的给删除 要我们删个重复的吧 把这个id等于4的删除吧 因为这个标题100重复了嘛 对吧 api blog 然后deleteid等于4 然后这个body里面的内容可以删掉了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发送一下send OK 返回的是errormodel等于0 就说明删除成功了 是吧 然后我们回到数据库里面去执行一下查询 好 这个标题100就剩一个了 说明那个id等于4的已经删除了 对吧 好 走通了 OK 那我们这儿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auth呢 解释一下 我们这儿是使用假数据 看出是假数据 在开发登录时再改成真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下一张开发登录的时候 这个名字要改成用户自己的这个登录的用户名 这样的话 我们传入的数据 一个就是id 一个就是用户自己登录的用户名 对吧 肯定不是别人的名字 然后我们在执行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就加两层判断 第一层判断是id等于这个id 第二层判断呢 这个用户名绝对是你自己不是别人 这样的话就能做一个什么保证呢 保证你在真应删除的时候id是正确的 而且当前用户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杜绝了什么情况呢 你如果想用id去删除别人的文章 通过这个条件你是满足不了的 对吧 因为这个author这个东西 它是从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登录信息中去获取 不让用户自己传进来 用户自己传进来只是一个id而已 我们看一下postman里面 用户自己传的只是个id而已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想要通过一个id去误删别人的东西 或者说故意去删别人的东西 比如我传入一个id是别人的博客的一个id 这个时候走到这儿来 获取了我的用户名 然后拿着我的用户名去执行deleteblog 然后执行赛口委屈 id是对了 但是用户名不是 用户名是我对吧 我不是这个文章的作者 所以说我肯定删除不了这个东西 删除不了这个博客 这样就能完全保证这个博客在删除的时候 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好大家在做系统设计的时候 也要考虑类似于这种问题 就是有没有说别人能绕过什么东西 来去操作数据的一些问题 所有的安全问题 大家要时刻注意的一些事情 跟前端的有限级是不一样的 前端的安全可能就是 有限级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关于安全呢 我们在后面会专门有一章来讲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简单先提一下 大家要注意 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这儿 OK这样的话 我们把代码一折 然后我们这个blog.js的东西都已经讲完了 对吧 接下来剩下就是什么 剩下就是这个users.js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login check 就是一个登录验证的一个事情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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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